已经17天了 那么终于呢 虽然加东的淤泥氢的速度比较慢 但是在临边 现在氢淤泥的效率呢 始终可以看到 现在有一些成绩了 那么今天呢 特别跟屏东县政府来进行了相关的进度的一个这个确认 发现了临边现在状况比较好一点的意思呢 就是说本来呢 比较淹水严重的这个临边村跟光陵村 现在呢 在光陵村来讲呢 现在整个的660户的清淤泥已经完成了80% 家具清洗也完成了70%到80% 另外呢 在临边村的淤泥已经告一个段落 现在呢 需要的是家具清洗 但也已经完成了9成左右 所以呢 屏东县政府的初估 一个星期之内呢 应该在屏东的临边乡 这边的清淤泥工作可以告一个段落了 事实上呢 看到慈祭之工这一路的爱的接力 除了蚂蚁熊兵帮忙清除乌泥之外 也不忘呢 用这样的一个感同身受的同理心 来听听受灾乡亲的心声 像是来自新竹的这群志工 他们就特别在临边乡的仁和村 一家一户的来进行抚慰 其中受灾乡亲呢 回想起惊险逃难的过程当中 还是会掉泥 还是会害怕 但是呢 志工们也很有智慧的 立刻呢 带来了静思语 帮忙受灾的乡亲 能够转静转念 尽管路面还有积水 还有泥泞 慈祭之工救灾脚步不停歇 蓝天白云的身影 来到屏东县临边乡的人和村 挨家挨户 复慰受灾乡亲创伤的心灵 受灾乡亲陈素文 当时家里淹水一层楼高 生命饱受威胁 到现在还余悸犹存 慈祭人拿出静思好话 解开陈素文郁闷的心房 心灾运转呼救来 要加油 加油 尽管眼角还有泪水 陈素文总算露出笑容 陈素文也发心 带领志工进行访试 来帮助其他受灾的邻居 在仁和村 一股爱的暖流源源不断 这是我们的家人 这是我们的家 把国弃掉 这是我们的家 都是一家人 我们加烟水 当然要我们自己来清 台湾人不分区域 不分你我全力救灾 要帮助不幸受灾的家人们 渡过难关 带新闻珍善美志工屏东 综合报导 在优优优独播室